嗨 亲爱的听众朋友 今天到我们维珍会客室的现场 是我一直希望邀请的一位专业音乐学者 敬拜于美学的学者 而且又是现任的敬拜目者 这种人非常稀有的人才 我们很高兴终于找到他来上我们的节目 维珍停播一段时间 我们重新恢复的第一炮 就是找来炎养杨显基博士 伊恩 请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好 你们好 我是伊恩 让我来不简单的介绍一下杨博士 伊恩 她是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 主修钢琴 在北德州大学完成合唱指挥的 硕士跟博士学位 同时也在西南进行会审学院 进修圣乐硕士课程 她在2021年取得神学硕士学位 主要专业美学跟崇拜学 她的经历也非常非常的丰富 她曾经在Tarrant County College 东南分校的音乐系担任副教授 也任教于Fort Worth Academy of Fine Arts 她是Singin Girls of Texas的音乐总监 还带领这一对声望出众的女生合唱团 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合作 去做这个学会演出 2015年 她的合唱团 更在美国合唱指挥协会中脱颖而出 在两年一度的全国会议中 被邀请演出 在2001年到2011这十年之间 她曾经任教于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North Lake College 以及Vernon College 除了学术教育之外 杨博士是非常活跃于不同的音乐演出 她的经历实在太丰富了 真是竹饭不齐备在我都念不完 我们会提供她的网页连结 让听众朋友自己去认识她 那我觉得最特别的是 她放下我刚刚念的那一连串的灿烂 她目前是洛杉矶国语进行会 去年刚刚新聘的一个音乐传道 一言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一个专业的音乐家 一个教授 却决定变成一个全职的音乐传道人 你是怎么样经历神的护照 我想先谢谢财老师 给我一个机会可以跟你学习 有机会可以跟各位听众分享 在我心里面觉得很重要的话题 财老师你问我 其实我一季以来都很喜欢当老师的 无论在学校啊 无论是教授这个合唱团 都是一个教导的教师 但是呢同时间我一直很喜欢 专业这个教会音乐 都是一边教授 因为在教会里面 就是lay person的 在音乐上面服饰 那在想就是没有一个机会 可以扎扎实实的 在教会里面真正的纯职也好 真的staff里面服饰 我都在想好像我很喜欢吃东西 所以我常常用吃的比喻 好像一个厨师 在胖人学校里面叫做菜 但是没有机会在餐厅里面 煮一个好吃的 跟客人跟朋友分享 所以当然音乐创作是我的passion 尤其是合唱或者是乐团音乐 那我在想其实一直以来 在大学里面 在学院里面教书 到退休 那的确是非常开心 非常向往的 但是在人生里面 我也跟大家一起讨论这个问题 的确这一个也是我们所谓的 comfort zone 在一年年前 就是洛杉矶会议进行会 就approach我 然后也经过祷告 神也鼓励我 踏出这个信心的一步 来用音乐来教导 来训练信徒 我觉得这个有更深 或者是更永恒的价值 在教导的服饰 哇 实在太美 太棒了 所以对于你的神学硕士学位 你是专业美学跟崇拜学 因为这个真的太少听过了 我们实在是很好奇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 为什么会去读这样一个学位 那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而且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位 对 我跟我朋友讲的时候 他们都说很有趣 也可能是我常常都有一些 古里古怪的问题 所以才去研究 或者是去学美学 其实有几个问题 在年轻的时候 在教会里面服饰的时候 两三个问题常常是困扰我的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 当我们讨论艺术 或者在我来讲就是音乐 当我们讨论音乐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纯粹主观的判断 我常常说审美审美 我们去审视哪一些是美 是不是纯粹是主观的判断 我不知道是不是广东话 是各话入各言 有有有这个词 对 有有各话入各言 对对对 没错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 或者是应不应该 有一个客观的讨论 或者是对话 或者是我们能不能够用文字 言语去解释 为什么我喜欢一些东西 事情 或者是他们是不是有好 有不好 或者是有坏更丑的 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是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在教会里面侍奉 用音乐也好 唱歌也好 弹乐器也好 是不是很多时候 我们都看见 在教会里面都是功能性的 都是很functional 比如说在奉献的时候 主餐的时候的一些音乐 都充满这个声音的空间 确实我们不是很习惯 做几些东西的时候 没有声音 或者是婚礼 或者葬礼的音乐 现在尤其是这十年 二十年 就发现就很多事情 就很喜欢在祷告的时候 在崇拜祷告的时候 就用keyboard 它一些很长的困 就还要有背景的音乐 这样子 对 一定要 所以我在想 我们在崇拜的时候 在崇拜神的时候 其实 可不可以没有音乐的呢 interesting 朋友就说 你奇怪 其实在历史里面 不是说 Swingli 或者是清教徒 早期的时候 他们都不believe 要有音乐的 是 他们的读歌词 就是从心里面唱 不从口里面唱 或者是我在想 如果音乐是那么重要的话 音乐除了这些functional的东西 在教会里面 或者是崇拜里面 有没有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可以超越这个崇拜礼仪的功能性 这个是第二个 我问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我们音乐人 我不是说我是音乐家 音乐人 怎么样可以有效的 跟比如说在教会里面 俯师没有背景的 加木同工来沟通 来分享 我怎么样可以用 他们的语言 一些theological language 来讨论 崇拜里面 应该要怎么样 或者是为什么 或者是什么时候 用不同的音乐 才是适合 所以21年前 其实我是第一去 去这个西南圣剧院 那时候都没有很圆满的 得到答案 答案 是 对 那这一次就 2016年 就是职重的研究 或者是学习 音乐的神学 音乐跟神学 音乐跟文化 音乐跟美学 他们中间的对话是怎么样 他们中间怎么样互动的 那的确我觉得是 无论是音乐 声学 文化 美学 他们是一环 扣一环 无想可以解释 怎么样运作 所以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这个不单单是在教会里面 其实是在我们 个人的信仰 生命上面也有很大的影响 的确是 是 我觉得 你刚刚在讲这个美学的部分 你后来这样子再去学以后 然后你觉得你得到答案 那我们找你来就是想听答案 这样子 因为我们想知道 呀 为什么我喜欢这个 你喜欢那个 会不会很主观 那你喜欢你的就好 我喜欢我的就好 那以至于 其实我们在之前都已经讲过 就是每一个好像这个音乐的 敬拜后或崇拜的带领者 那他 他就 选他喜欢的 或者他爱听的 习惯的 这样子 那他觉得好 我不觉得好啊 对不对 那我们就很想知道 请帮助我们 简单的帮助我们的听众去明了 崇拜 为什么需要有美学 美学又会怎样影响 我们对神的崇拜 其实我觉得 作为一个基督徒信徒 其实我们都不陌生 在圣经里面 怎么样表达神的荣美 很多 其实 是 比如说一开始 神的创造里面 就很清楚表达神的灵 从混乱 到有序的这个美化的能力 这个beautifying power 神说一切都是好的 是 非常好 那这个好 不单止是 他们说是moral的good 而是beauty的good 一样 我们可以看见的 我们可以摸到的 我们可以听到 可以尝到的 我们也不陌生 就是在诗篇里面 第十八篇 第十九篇 二十九 九十六 这些都是表达神的美 神的荣耀 祂的慰望 祂的慰言 最熟悉的就是诗篇 二十七 我想就是 诗人说 就是我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赞养祂的荣美 在祂的店里面求问 好像仿佛 诗人很享受 每天都看到神的荣美 这个是一个人生很重要的目标 所以其实每一集在神学 或者是哲学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造成的神学家 或者是哲学家的形式 form 和谐 harmony 比例 这个order 他们把这些都是跟神的属性 会连起来的 神就是美 美丽的源头 是 也会更进一步的 就是 美跟神的良善 跟神的真理 可以连在一起 有一个近代的神学家 Wayne Wright 他说 美是什么 美就是神的善良和真理 可以体现出来 可以活出来的结果 所以但是 但是在 可惜 在这个历史里面 我们把 慢慢把美 艺术的美 慢慢从上帝这个主体里面 就开始慢慢挪移开 是 立起来 我们很熟悉这个文艺复兴 当美丽 当美丽 离开神 就变得很主观 就没有一个客观的认知 就变成 我们看这个东西 或者是享受这个东西 它本身内在的美丽 或者是内在的价值 就不是在这个东西上面 就是在看的人 即便 就从那个主体 就变成我们看的人 是那个主体 换句话说 就是没有人看的时候 美丽都不存在 没有一个终极的标准 那结果就是 我们把美丽 良善 这些荣耀 就好像重神 这个客观的一个 这个 source 这个源头 就好像 移挪去其他神以外的人 或者事物 那在圣经里面 我们就很熟悉 这个就是 我们开始拜偶像的概念 就是没有神的荣美 所以我觉得这个 神美这个议题 其实一直以来都有 但是在 在西书的 在secular world 就比较多一点点 但是看看 这几十年来 就是基督教的神学家 又重新开始讨论 比如说 就把美丽 或者是aesthetic 就跟生灵 它的关系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都知道 生灵有 这个重新 有更新 有成生的能力 生灵是帮助我们 从 从坏到好 从丑到美丽 从混乱 都有 到这个有 持续等等 所以 这个也是重要议题 另外一个 跟美有关系 神学的 美有关系的 就是 我们所谓的 神的形象 圣经里面也 讲我们有神的形象 那究竟是什么意思 其实有很多 不同的 神学家 有完全不同的 我也有我的 这样子 OK 然后神的形象 那 其实我们 其实是拥有 神哪一方面的形象呢 那 我们犯罪了以后 哪一方面的形象 是给 给拿走呢 所以我们的理解 对 对神的形象 或者是 以Margurde 的理解 是真的可以 直接影响 我们 敬拜神的方式 或者是 态度 好像 西伯来说 我们也很熟悉的 一段经文 耶稣 我们的主 就是神荣耀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 真相 我们崇拜 就是 好像跟基督联合 就是借着他 我们跟神的 融美联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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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上一个神学课 我最 amazed的 就是 这个 这个概念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神 开始创造我们 就是 各从其类 嗯 但是照 到 到这个 做人的 造人的时候 他是按照自己的形象 嗯 就是好像我们 不是好像 这样啊 我们就是 跟神 同一类 是 是 Yes Yes 所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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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融美 是在这个 神的形象里面 我们也是 一个 partaker 所以 这个 美丽啊 其实真的在我们崇拜 我常常说是一个好像一个DNA 这样 嗯 你这一段很短啊 你这一段已经把圣父圣子圣灵通通讲完了 你知道吗 那其实我觉得我相信听众朋友听起来 呃 可能就是说 呃 会 大概我们可以这样讲 就是我们其实有了最进入我们的理念 其实他已经某种程度扭曲我们对事情的看法 哈 那对我一个旧约学者来讲 因为我现在刚好啊 呃 在写创世纪一到十一章 已经快要完稿了哈 那其实我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事实上该影就是一个很好的典型嘛 对不对 因为他就是带有罪性的呃 这个罪人的呃 就是第一代了好了这样子 然后的第二代好了 那呃 他的反应 他对事情的看法 很多从一个 其实他一直都觉得用一个 我会用另外一个学者的角度 就是他有一种受害者的心态 在看每一件事情 然后事实上这是很ugly的 而事实上我们只要觉得不公平不公义的时候 我们常常就会觉得很受伤 对不对 很有受害感 那这样子的眼光看事情 其实一点都不美了哈 那亚伯也同样的遭遇 可是他可以这样子来看 那我觉得如果你放后面去看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呃 两个拉麦说的话是不一样的 就是该影家跟这个呃 赛特呃 加的两个拉麦 How do they 就是他们一个是靠自己 一个是靠神 那事实上我觉得呃 这也是我的书大概写蛮多的part 因为我觉得很少人真正花时间吧 刚开始你说的很棒的那一句就是你说我们跟他是同类的 真的是没有错 我们照理应该跟他是同类的 调整我们来看 然后我们对于所谓的神的形象样式 所以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一件也跟听众朋友讲一件有趣的事就是我的摩西五经的其中作业 我是要让他们写都是呃 我本来是谁 但是我我过去是谁 我在基督之后的生命 我变我我有没有变成另外一个新的人的样子 然后其实同学都很棒 就是他们都会写他们信主怎么样子从这个new birth 就是怎么经历这种重生 才能够看到自己 我觉得用一个比较简单 可能我们不管中港台的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的 就记得看过那个黑道大哥吗 然后那种满脸横肉有没有 然后怒气冲冲 然后全身都是那个那个刺身 刺龙刺凤的我们说 可是你知道当他信主的时候 我真的看他这个cried like a baby 然后这个整个脸的线条都变得柔和起来 As you say the harmony OK那种改变这样子 所以我之所以做一点点评论在这里 就是帮你回应 跟你回应的评论 是因为我觉得 弟兄姐妹不用去觉得美学好像就很难这样子 好像是我们这些专家的看法 对吧 我相信Ian是想要带给弟兄姐妹说 真正在圣经的神学上 在我们所学习的这个教导上面 信仰上面去看到神学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不然说真的 我们大家各唱各的调 各爱各的 我们怎么可能可以一起团体敬拜 这位荣美的神 那所以也想问你的再下一个问题就是 那你过去因为我发现你都在英文嘛 你在美国人的这种 我们不能说美国人 我们现在都在美国 你都在英文的 对本地人 你过去虽然都在英文的学校教音乐 可是你都在华人教会服饰 对不对 那所以从你一个专业音乐家的角度 你对于华人教会 在于音乐敬拜上的情况 你有什么感想跟建议 包括我们过去已经访谈很多 还有我们在维珍讲很多 你可不可以稍微分享一下 你个人的一些看法跟想法 好 其实不同size的教会 我待在美国的教会不是很多 但是好几个的都很不同 有大有小的 就是华人教会 那当然就是美国人的教会 也有visit的 但是都没有真正的在里面 但是一直在学习或者是在美国21年 in general 美国的教会讲音乐的时候 音乐就越来越 就是二十年或三十年这样 音乐都慢慢变得 好像我们叫神话 就是 sacramental 好像一个 sacrament这样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好像音乐都变成一个方式 或者是一个途径 去互换神的同在 而且就是音乐都变成一个渠道 一个途径 去把不是专注在金拜的object 就是神 是 注意力放在那个金拜者 或者是金拜的人 是 怎么样在金拜里面得到满足 这个是in general 就是美国教会的一些 他们现在的现实 华人教会就是有一点点 在艺术上面或者是音乐 音乐上面有一点点的两极化 要么就是很注重那个技巧 那个工艺 然后专注那个专业的水准 那个品质这样音乐上面的 因为在华人教会很多都是 其实不同的教会也是 就是你是先是一个音乐人 然后 just happen you are a Christian 也就是一个基督徒 但是他是很专业的 有音乐的training这样 所以很多都是专注在这个技巧上面 这个是第一 第二就是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纯粹是从信发出的 就是音乐的侍奉 就是不要注重美 美不美 不要注重那个好不好听 或者是走音也没关系 就是从信发出 就是神很喜欢我们用信发出的 他们都扭曲了那一句 就是从心里与诚实敬拜 然后我有个学生还可以跟我说 因为他其实还没受洗 然后他要带敬拜 就他说他刚来教会的时候 他还没受洗 他说要带敬拜 人家不让他带 他就说 为什么 甚至不是明明说只要有心理语诚实吗 那我心里就想哭这样子 呀呀是 就是有这种就是心 我有心就好 对没错 就是有两个 当然我不是说只有这两个极端 是是 非常非常在中间啊 不同的spectrum 但是我觉得这两个极端 其实真的反映我们作为信徒 怎么样看待 敬拜音乐的神学 嗯哼 好像我刚才说的就是音乐都好像成了一个 either 就是要么就是一个function 嗯哼 就是一个功能性的 对 然后另外一个极端就是 重新发出就好像 哎 我常常说这个 这个好像是一个献祭的 一个sacrifice 嗯哼 一种就是专注 好像其实 其实那个 那个 Able跟Cain 是非常好的例子 是 该你跟亚伯 是 这个讨论 就是 是不是只是从心 就忘掉那个 构紧我们所 呃 呃 献祭的内容 是什么 嗯哼 其实那个是有内容跟心的 对不对 因为神看就是亚伯跟 这个人跟他的共物这样子 没错 so it's both it's both actually it's both 所以 也不是 只是单单技巧 或者是那个内容 也不是 只是单单那个心 心意里面 是 所以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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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人教会就 就 in general 就有两 这两个 极端在里面 所以 我们一直在 在 在思考的是 呃 其实我们 很需要第三个元素 嗯哼 我在 我在思考的时候 圣悦的 呃 第三个元素 就是 门徒的 塑造 嗯哼 跟那个 牧养心徒的 重要性 是 我们很大部分的 门徒训练 或者是牧养 都是透过那个 呃 我们强化 我们对圣经的教导啊 或者是头脑上面的 人质理解 嗯 来完成的 我 我常常开玩笑说 好像 一种属灵的 泪不准啊 常常打 打很多 啊 圣经的 圣经的教导啊 啊 这个 这个重要 我 我不是说不重要 是 就是用我们的头脑 来 呃 用智慧来 教导我们的心 但是 如果我们看音乐 或者是其他的艺术 和美术 嗯 其实就是用心 来教导我们的心 嗯 所以啊 如果啊 就是讲 华人教会啊 或者是 啊 in general 教会 我们的确很需要一些 我说是一个资料 资源库 嗯哼 资源 对对对 那啊 有 有 有优美的音乐 嗯 诗歌 我说诗歌就是 Portrait 嗯 Portrait 嗯 我很高兴 我的 我现在服侍的教会 有这个 很漂亮的 彩色玻璃 耶 是 助我们去敬拜 来塑造来训练 新徒们的心 和我们的情感 嗯哼 我们常常都 啊 啊 啊 说啊 这个 证言啊 你要保守你的身心 身够保守一切 因为一向的果效 都是由心发出的 嗯 刚才讲 就是用心发出 但是 我们放什么东西 嗯 yeah yeah 这个也是很重要 所以在 在教会里面 可能 我在看 好像缺少了 这个 这一块的拼图 是 美术啊 音乐啊 啊 好像 变了一个 无人 无人趣 No Man Long 试办里面 音乐的培训里面 啊 有时间念诗 去现诗 都已经很好了 没有其他的时间 在做其他东西 也没有在 主日学 或者是讲台里面 嗯哼 去处理一些 对我们的心 我们的情感 的 嗯哼 这一块的拼图 呀 所以这个是 在 在侍奉里面 所 所看到的 也是一个 感想 或者是 建议 我们 在教会里面 怎么样 用心 来教导 来 塑造 我们的心 我觉得你 其实刚刚讲的 很棒 因为你说 我们现在 其实有两种 极端看法 一个要么 太 都是 太功能性的 太技巧性 那另外一边的 另外一个极端 是 就觉得有心 就好了 那那个心 又是个人的心 那你刚刚用 真言 四章二三节 那其实 我们在对应 行约 就是以基督的心 为心 你不能说 我也心就好 但是以基督的心 为心 但我觉得你最后 讲的part 是很美的东西 就是说 教会应该是一个 可以带领美的 对吧 你刚刚前面 也已经讲 教会怎么会 不是一个 可以带领 弟兄姐妹 跟世界好了 看见美是什么 那个美善 是什么 那那个美善 不只是一种 我们好像 诚恳待人 这个太中国辱家了 我们有时候已经 到底是在做 好人好事吗 还是我们真的 有一种 从神 圣灵的保守 然后从神而来的 看见 从罪人 可以重新被更新 然后怎么样 在教会里面 就是你刚刚提到的 一些东西 就是很实体的 实体的 我看得到 教会的建筑 教会的摆设 教会的城市 或教会的一些 活动 或者很多东西 它是带领人 可以去欣赏 跟看美的东西 然后 这些part 你刚刚说 用心带心 对不对 那种 你就是要讲 门徒观嘛 对不对 不是那种 强力高压的 现在我给你 intensively的 一些training ok好 go 去做一个missionary 而是一个比较长时间 事实上美的训练 是一个需要花时间的 对不对 对 没错 对 因为美是一个需要花时间 去训练的 长久去累积下来的 这样子 那我觉得你今天提出的 一次很棒的东西 就是说 美是一个需要时间 去沉淀 去看待 去对待 去消化 去学习 去认识 那最好的途径 永远是神 因为神就是一切 美善的源头 如果从一个 美学跟崇拜学的角度 其实你刚刚谈的部分 已经可以给我们的 牧掌 跟会友 有一些思考 那如果从一个 美学跟崇拜学的角度 你希望教会这些音乐 带领音乐 敬拜 音乐崇拜的 这些 leaders 那他们应该有什么样的 注意的地方 因为就像你刚刚说 有些要么就是他音乐很强 然后音乐人 就像你说 就是音乐人 然后刚好是基督徒 就被抓来 做这个 那 怎么办 他们应该怎么样去 去加强 从一个美学跟崇拜学 给我们一个比较 简单的 一些简单的概念 帮助他们来建立 在崇拜上面的美学 观点或者概念 我觉得 其实你 有很多 声乐的蓬佩 谈到敬拜 的领袖 应该有个态度啊 或者是 预备崇拜的方法 很多how to 对 或者是讲座 这样 是 那 蔡老师 你问我这个问题 我都 或许我可以 提供一些 我之前在 侍奉的过程里面的 挣扎 或者是 思考过的 一些想法 好像 炮转隐喻 这样 让我们有一个 更广阔的 一个讨论的空间 有时候 我教主学 或者是 回答问题 就用 问题来回答问题 是 是 不知道这个 很好 这是很好的方法 是 所以 有几样 我都 我都有 有想 或者是 过去 真的是 挣扎过 然后经历 找一些答案 这样 所以 对 教会的 带领 敬拜的 第一 我想 就是 很重要的 就是 我们在选择 敬拜音乐的 过程 或者是 不只是在 群体的敬拜 甚至说 我们个人 个人 听什么音乐 或者是选择什么音乐 这个也是 包括在里面 那除了歌词 符合这个 基督教的 神学以外 这个当然是 一个很重要的 意思 这个是 不在这边讲 很多长辈 前辈 不是长辈 前辈 都已经讲过 那 作为 敬拜音乐的 领袖 或者代理者 不 不 不仅需要 常常 我说是 往前 看 就是 looking forward 比如说 就是我们 怎么样 规划 我们的 崇拜 看一看 最近流行的是什么东西 或者是 我们being creative 去我们的 计划 我们的崇拜 或者是 现在还有 就是这15月 就是网上的直播 等等 等等 就是往前看 我们跟着 这个潮流 潮流去看 也要花一些时间 去往后看 是 我们需要 就是看 OK 在旧月里面 新月里面 矫期的教会 或者是教父 以及 那个 历史的传统 他们留给我们 什么的东西 我们可以拥抱 他们 所 留给我们的东西吗 所谓 我们 一直以来 就是 礼仪运动 或者 灵恩运动 其实运动 到底是在 哪里发生 为什么发生 他们的发展 会怎么样 那到我们 现在21世纪 我们怎么样 去拥抱 欣赏 或者是去 评估 流传给我们的 这些身份 或者是 我们还是 要跟这个 世界同步 这个是重要 但是 我们好像忘记了 看我们的背后 这个是 我觉得是 对我们带领人 来讲 是非常重要 那跟时间 很有关系 如果每个礼拜 都已经 plan 就是很多的时间 花在 就是 计划 崇拜的时候 当然 真的 真是没有时间 但是如果可行的话 我真的鼓励 带领者 可以往后看 第二 就是跟这个 有关系的 就是我们 会不会可以 多花一些时间 去想一想 这个跟美 审美 是很有关系 就是我们 做选择 的时候 我们的选择 这个系统 是怎么 形成的 是 或者是我们的品味 是怎么样 形成的 比如说 我们选择 这首诗歌 不选择 另外一首诗歌 我们的原因 是怎么 我们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这个由来 是怎么 为什么有这个 选择的 choosing selection 在里面 我 又来这个 吃的 比喻 我是 我是在香港 出生长大 所以我很喜欢 就是 当然很喜欢香港 或者是南方的 美食 没关系 我们台湾也一样 我们很喜欢美食 我们都很爱吃 对 但是 但是好奇怪 如果你 我可以选择的话 所以放在这个 桌子上面 有不同的菜式 是 我也比较喜欢 选这个北方菜 跟东北菜 嗯 其实我知道 我的口味啊 是 其实 由我 很喜欢北京菜的父母来的 他们也是上岗出生的 但是 我这种热爱 我这种对北京菜 或者是东北菜的 那个口味味道 其实是 从我们的父母那边 建立教导 塑造起来 当然他不会 就是每天说 你要吃北京菜 你要喜欢北京菜 不是 是 不是说两个礼拜一次 去北京 去吃东西 就是慢慢 好像你刚才说的 是一个 take time 长时间的一个 过程 因为taste 是培养出来的 对不对 没错 差不多十几年前 14年 05年的时候 在英国有一个叫 节目 有一个叫 人如 其时 其时 You are what you eat 对 You are what you eat 我很喜欢 就是 就是 不是讲 你要吃什么 但是 透过你吃的东西 你的饮食的习惯 就知道你的体格 你的体质是什么 所以套用这个 来看我们 就是我们作为 就是 教会音乐的带领者 我们用什么东西来 喂饱我们今天的我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审美的选择的来源 是什么 我们可以放什么东西 在我们里面来建造一个和神心意的一个品味 我很喜欢菲利比书一章 我一章九到十一箱里面 我所祷告的 就是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各样的见识上多而有多 然后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 英文 英文是 Approve what is excellent 对 就是 当我们可以 在知识 见识 然后build up以后 我们就可以分辨什么是好 什么是不好 那个来源是非常重要 所以 什么的东西会影响我们的脑筋脑袋 或者是情感 是不是我们身边的电影 我们的MTV 现在没有MTV 我不知道 不同的vlogs vlogs podcasts 或者是我们旁边的朋友 YouTube channels 等等 就是都是非常重要的来源 我们有没有要小心去挑我们的来源 嗯 嗯 是 我们其实是 你听过一句话 就是我们是我们最亲近五个人的平均吗 You are the average of你最靠近的人 其实 你刚刚的第一点跟第二点 其实就已经让我们的 我们从美学讲起 第一点第二点这样讲 我觉得其实你已经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觉得这个体会是好的 因为我们现在活在一个时代 就是很快 啊 快一点 快一点 然后又要有果效 对不对 没错 so 我觉得你刚刚已经 你刚刚在讲 因为你在讲食物 其实我刚刚的画面是出现那个 我前几天在那个99 Ranch的那个超市 然后一整排的方便面 那个素食泡面 You just pick one 你知道吗 每一个看起来都很漂亮 很好吃的样子 可是其实他们都好简单 就是一包面跟调味包 对不对 对 对 那你刚刚在讲的过程 真的我就马上想到那个画面 就是今天好多人在为音乐敬拜的准备的部分 你刚刚说looking forward 跟looking这个past 是不是 你说looking backward 跟looking forward 这样就是往前看 都要也要往后看 那到你现在刚刚在讲的第二点的这种 你到底你的品位是什么 你为什么选这个不选那个这样子 那我就觉得说 其实真的要建立好的 就是你要成为一个好的音乐敬拜者 事实上他是需要花很多时间 先沉浸在很多地方 你不是每个礼拜 礼拜六了 然后讲员礼拜四 礼拜五才给讲讲题目 然后你就学两天 所以我always告诉所有讲员 跟所有教会说 no 你可以在一个月前就叫 叫他说我们要你的题目 然后请你告诉我们 我们要预备敬拜 我说你可以跟所有讲员都这样讲 我说那是他的责任 他从答应的时候就应该这样 unless我是临时去替补讲道 放心这一点 我觉得在各大教会都是这样推崇的 我是帮所有的带领音乐敬拜的人说的 但是on the other hand 就是你刚刚讲的 你自己作为一个这么重要 带领所有的会众唱师敬拜神的一个人 你有没有时间花时间这样子去 你刚刚讲的 我这一次要用北方料理吗 我喜欢吃南方菜 我是南方人 但是百方菜有百方菜的特色 它的风味 那我能不能也用它 为什么我要用它 你刚刚说的 我觉得很棒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地方 那两个真的是非常重要 其他的就是 我常常这个是比较往年轻人的那个方向走 是怎么样 不是说有一些 好像你刚才说的 我们这个 这个21世纪 其实上个世纪也是 就是很不耐烦 就是有一些东西很慢 或者是有很多 dead air的时间 是 我们的手机就是了 我今天讲就是 review我的 有多大 年纪有多大 我们以前就是电脑 还是用DOS的时候 就是要boot up我们的电脑 有了很长的时间 现在我们的手机 哪个手机转一转 中间有一个地方转一转 也就不耐烦 我连window要开机 都觉得它太慢了 对 没错 然后什么说 哪些5G 6G的网络 怎样 我们只希望快更快 这个的确是 所以在这个 其实也非常影响 我们在这个崇拜 或者是我们个人的敬拜 或者是不要讲敬拜 我们个人的属灵的生命 我们来做培养 我们十分钟的领袖 可能已经太长 或者是 我常常说 什么是沉闷 什么是刺激 什么叫平淡 或者是稻草 我们是不是 我们的崇拜 尤其是在 在15月 就是看这些 virtual 或者是online的崇拜 我们很习惯 就是零瑕疵的 我们觉得 牧师 牧师 他们上上下下的 那些时间 太 不行了 就 镜头应该要 剪掉 剪掉 或者是 翻身经的那些时间 那些 或者是 我都是参与 这个直播的 在教会里面直播的 然后 有 有 提前姐妹告诉我 就是 不可以 这个镜头 在 这个 讲员身上 多过15分钟 那要怎样 15分钟就要转 另外一个的 角度 来看 因为我们将会有 两个 两个 cameras 你不可以 待在太久 因为 那个观众的 attention span 是不长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转 或者是 zoom in zoom out 或者是转 另外一个镜头 我说 对了 你是 是 serve 弟兄姐妹 是这个没错的 但是我们不是 电视台 电视台是 当然是 观众为主 但是我们是 就算我们 一个中头 都是那个 长员 那不应该 是一个 沉闷 单调的 一个 东西 当然 不是说 我们 要怎样做 但是如果我们 为了要 达到这个 刺激 或者是高潮 或者是 变化 零瑕疵的 这个观念的话 这个是对 年轻人来讲 就是 好像我刚才说的 我们 把什么东西 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的 expectation 是怎么样 这个会 translate 把它转成 我们对我们 属于生命 或者是我们 对崇拜的 一个 expectation 我们很怕会 有个 delay 我们很怕 中间有空位 我们很怕 沉默 这些都是 好像 invade 在我们 敬拜 个人的 生活里面 所以 这个也是 对 美的 一种 要求 如果 用 音乐的 美 来讲 的时候 其实我告诉你 很多 的 音乐人 我们是 在教会里面 或者是 在 系书的 secular world 我们其实 音乐人都很 懂得 怎么用 那些 音量 或者是 技巧性的东西 对 接下来要 升key了 这样才制造 高潮 或excitement 如果 三节的 诗歌 就是在 B flat 你一定要 第三节 一定要升key 对 中间是怎么 连接 那我 我自己都会 升key 但是我们 音乐人 就很会 也是 或者是 很多 唱歌的 带领 崇拜的 就会 用 很多 气的 唱歌 唱歌的 方法 去表达 或者是我 我讲 对不起 就是一个 操控 会中的 manipulate 这个对 我们觉得 事实上 是在manipulate 在操控 情绪 操纵 情绪性的部分 我们其实 很懂 做几些东西 无论你接受 还是不接受 我完全了解 去manipulate 就是会中的情感 让他们 觉得 举手 唱歌 闭上眼睛 那个是 多好的感受 但是我 我会问 这个是 我们真正的 崇拜 我们的神 还是 我们用音乐 来满足 我们的感官 我们sensory 的期待 这个是 是不是我们 真的 我们神想 我们有的 一种 神秘的期望 是 不如说 在会中 崇拜里面 我们勾紧 是神 怎样讲 好像 每个人 不同的意见 但是 我说 如果 如果我是 上帝的话 我想 会中 是打开眼睛 去看一看 我们身边的 周围的 弟兄姐妹 一起来崇拜 还是我们 我们enjoy 我们闭上眼睛 来 满足我们 就是 我们灵里面的 那一种 感动 这个 是 我们带领的 弟兄姐妹 是 可以想一想的 是 其实你刚刚 在讲15分钟 我完全了解 因为 我有上过 教育学的一些课程 我特地去 拜欧拉 修一个课 的确 他说到 我们现代的人 的专注力 一般人 只有10分钟而已 那有些人 可能数分钟 所以他们开始 想到 是的 的确是 就是说像我们讲 你讲了10分钟 你应该加个例证了 对不对 后面的他们听得 都要睡觉了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 技巧 这个我们都懂 就是我 就是我从一个 我自己一个 一个preacher 的角度 跟你这样一个 worship leader 来 同样我们都知道 技巧我们都懂 但重点不是 只是技巧的东西而已 因为我们是在 敬拜一位 真神 呃 不是我们带领 会中很有技巧 我们让会中 可以怎么享受 或怎么感受而已 今天的focus 主角应该是神 那我们怎么样 这更加的 可能就像你说的 可以安静在神面前的 这种看法 对不对 对对 那所以 你觉得还有没有 什么样好的一个 solution 来帮助我们 这样子 solution 就是 就是很多 很多的 solution 但是我 我 我 作为一个基督徒 或者是我们 被 灌输 这些 价值观 就是特别是 尤其是我们 现在这个文化里面的 呃 我们 我们需要是配合 我们身边的 这个文化 还是我们要 改变 呀 呀 是 嗯 如果你 如果你去 不同的 教会的 网站 嗯 或者是 Who we are 对 他会告诉你 他们 或者是 每个教会的 神观 对 这是他们的 mission statement 对不对 mission statement 是怎么样 你就很多教会 我去过 不同的 教会文章 你都很常见 呃 一个字 就是 relevant relevant 对 我们要 跟我们的 因为你知道 这是所谓的 设定你的 goal的 基本字 你知道 比较relevant 没错 我们要 be relevant 对 呃 这个是 很好的字 嗯 呃 我不想讲 就是一个 呃 呃 妥协 或者是 让步 啊 relevant 但是我们 怎么样 relevant 我 我 我学会一个字 叫 接地气 啊 啊 接地气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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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yes 有英文也有 周围也有 是接地气 接地气 那呃 教会的确是 我们想吸引 年轻人 嗯 呃 怎么样可以 跑进他们的 世界里面 嗯 怎么样可以吸引 他们呃 加入教会 或者是去 我们教会的 是 是 我们的团结 这样 我同意 这个是非常 非常重要的工作 嗯 嗯 但是我们也 也要了解 嗯 就是说 我们 越 be relevant 嗯 我们越 靠近他们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 嗯 其实我们 需不需要 有一条 界线 嗯 嗯 我们是不是 完全的 投入他们的 世界 嗯 完全用他们的 世界来 啊 让他们 可以来到 教会里面 嗯 嗯 我的问题是 是不是有一条 界线 我们不能 能够 越过 他的 是 是 比如说 呃 呃 我们 being relevant 他 呃 就是呃 呃 保罗说在 我们像什么的人 做什么的人 是 呃 也有说 呃 呃 保罗都在 异教的文化里面 用他们的例子 这样 嗯 音乐来讲 就是 哎 你看 那个 巴赫 Jazz 巴赫 嗯 都用那些 系俗的舞曲 嗯 来呃 片曲 然后 然后做成 现在的 圣乐 对 呃 这个对对的 没问题 这个就是音乐 跟文化 跟神学的关系 那 如果你再问的话 呃 我教书的时候 就是呃 叫我的学生 在 present 嗯 有一种音乐 叫trap music 嗯 嗯 是 就是 90年代在 Atlanta Georgia的 从那边开始 是 意思就是 一个trap house 从那边开始 嗯 他们好像有中文 直译叫什么 陷阱 陷阱音乐 right 很奇怪的 我觉得它其实不是 这个意思啦 但是 但是它的意思是 直译是这个意思 对 没错 因为哪个 哪个地方叫trap house trap 对 yeah 呃 其实是 鼓吹这个 呃 土品的 对 一种 对 是 是不是我们 being relevant 嗯 呃 到 到这个地步 我们需不需要 其实一直以来都不是现在了 嗯 就是一直以来都有这个 呃 呃 议题 就是在 但是我 我只是问 就是我们 像什么人做什么人的 现在哪里 嗯 嗯 嗯 我们的解决方法 是不是 只是 being relevant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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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其实我自己 作为一个圣经学者 也当过牧者 我们 尤其是我现在 在教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就是诗经学 那我们通常会讲 就是圣经本来 有没有它的意思 它的meaning在里面 OK 那绝对有它的meaning在里面 本来的author intended的meaning 绝对在那个里面 对不对 那我们要先去了解意思 字意 呃 意思 meaning是什么 然后到我们今天 apply到我们今天要去实践 它的时候 我们称为 其实呃 英文上叫做significance 那我会把它翻成意义 也就是说经文的意思是什么 那对我的意义 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那意义的part 就很可能是有relevant的 spiritual上面的 哈 这些东西 那我会觉得 你如果问我 那条线在哪里 我觉得你不能超越 呃 跨过 意思 或者你赋予 你自己强加经文意思 No 经文没有这个意思 你不能把你自己的意思 放进经文里面去 所以我觉得 对我来讲 我觉得还是有一条 线在那里的 哈 那我们当然可以像什么样的人 做什么样的人 可是我觉得 这是我多年的观察 就是你要像什么样的人 做什么样的人 那个不是你勉强去装出来的 你understand我的意思吗 like一个 missionary 一个宣教士 那他穿上 不管穿上原住民的衣服 偶尔他穿上一个 什么样非洲 著名的衣服 他穿上去的时候 他可以enjoy它 这个衣服的 穿着的文化的音乐的 I can enjoy他们的东西 但是我不是被他拖进去 这些culture背后的 某一些神观 而是我可以带领他们 怎么样跨越文化的 去认识神 我觉得我是想用这样子 来回应你刚刚讲的 因为我觉得你讲得非常好 那事实上没有错 像trap music这种东西 还有一些真的是 你知道他其实encourage的是 那些很悲情的 悲观的还有一回事 这是正常的情绪发泄 但是如果是鼓励吸毒的 或者是迷幻的 我觉得有些东西 那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 其实你刚刚也draw a line 你认为的就是 其实是 就是说除非 我在想今天这个人 是一个本来一个 trap music musician 然后他悔改 他converted 然后他用他这个音乐 再去传给那群人听 然后他一开始 应用这个approach 但是他也可以像你说的 looking forward and looking backward 然后他开始认识更多 圣月的东西 再把圣月带进去 所以我觉得手段跟方法 可能是一个开始的起点 可是他不能成为一个终点 一直在那里 然后我们就停在那里 而最后是我们可能都陷进去 世俗的东西理念 这样子 那在这几年我们也看到 有一些基督徒 对不对 一些很有名的基督徒 美国的 他们为什么去放弃基督教信仰 他太热切想要去拥抱 不管是同性恋的文化 或其他的议题 那他们就以为这样子 才是拥抱人群 可是我相信耶稣 早就拥抱这群人 可是是他们要回到神的面前 不是神变成 还要变成是他们 来使用的工具 这样子 有时候我们就是分不清楚 我们是勾紧是认同他们那个人 我们常常说 神是爱罪人 不是爱那个罪 我们是认同那个人在做的 或者是我们是在involve 他们在做的 或者是认同他们在做的 这个还是一个difference 对对 其实这个很多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们所带领的 应该是一个比较 可以帮助大家 就是其实你要思考的更深 更多一点点的时候 会帮助你更好的去看清事情 是 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 我想大概就是怎样 因为其实带领的人 如果你不是存职的 你有工作 然后已经够忙了 当然这些是好的 思考的东西 同时间我觉得就是 我们也有很多 我们在教会里面 有很多真的服侍 自己有一份工作 然后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 其实他们真的 有时候会dry 干不掉 是 我刚才所分享的 其实可以 休息一阵子 然后回想 就是真的往后面看一下 其实更会让我们有一种 就是力量 可以往前走 其实我觉得 Ian是我们 很特别的一个理性 因为做华人父母 大概希望孩子都要成龙成凤 那Ian这个做了一个教授了 然后现在怎么跑去 当什么音乐传道人 那可是我们如果真的很看重神的国度 我们有多少人才 愿意这样子进来 被神来使用 然后可以有更多沉淀的东西 其实你今天放慢 你刚刚讲的 你如果累了 你该放慢脚步 那问题就在我们华人 常常缺乏这种音乐人才 对吧 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音乐人才 可以来带进来的 那可是即使就像你刚刚讲的 一定要音乐吗 我可不可以清唱就好 选喜乐 对吧 我们如果真的没有就清唱 我们真的去重新发出的 那个是真的重新发出的 不讲技巧性的部分 那如果对一个平信徒的话 你会比较希望怎么样 从一个美学跟崇拜学的角度 给我们一般的信徒一些建议 对 其实这个很重要 就是除了带领崇拜的弟兄姐妹 然后所谓的平信徒都需要开始装备 是 这个也是很重要 所以我刚才说 不单只是在崇拜里面 会动崇拜里面 而就在我们个人的 选择或者是我们个人的 私下的 private的 personal的崇拜里面 都需要有这个锻炼 所以我每一次一开始给 有人问我们意见 就是你给我们什么意见 第一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讲美学的时候 第一我想讲的是 美学不是一个重新的东西 什么不是neutral 什么意思就是 其实我们刚才也有提过一点点 就是说我们讲艺术音乐 虽然是主观 我们有我们的 好像 you know 北京菜 或者是 各有各好 这个是主观的 这个是没有 没有什么对错 但是 讲到美丽或者是美学 主观不代表没有标准 是 主观不代表没有规范 所以 比如说我们还在 在这个 诗诗集里面 常常讲就是 个人任日而行 did what was right in their own eyes 如果我再apply在美学里面 did what was beautiful in their own eyes 这个从来都不是圣经里面 给我们的赞美 好像 蔡老师 你刚才讲 就是以基督的心回心 我们怎么样 用神的角度去看东西 是我们有我们的 you know liberty 有我们的freedom 去看 但是美学不是完全是一个中心的东西 怎么说 比如说我们常常讲 这个音乐的风格 或者是musical style style 风格是来自我们周边的文化 是 那如果文化 我 我简单的定义文化 就是一群人 直体的思维跟行为的话 这个太过简单了 但是就是概括的简单 简单的话 那反过来 我们知道圣经教导 我们是人犯了罪 堕落了 我们的思想 或者是我们思考的方式 也是败坏的 人的行为也是败坏的 那当然如果文化是人的行为跟思维的话 文化就不能够中立 文化不能中立的话 风格也不会中立 是 也会是败坏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在 尤其是 尤其是在教会里面 我们 这个 神学的议题 我们是很懂的 人就是败坏 我们所想的 我们所做的 通通都是 不是那个 中的那个target 就是off the target 就是犯罪 那但是讲到音乐的时候呢 我们就相信还是期待 那所有的风格都是好的 相信所有的风格 都是跟基督教的信仰 或者是神学 都是向荣的 或者是所有的风格 我们都可以在经拜里面 可以自由的 没有限制的使用 其实我觉得这个期望是 没有可能的 所以我常常讲 就是第一 给我们所有的心图 风格style 或者是我们讲 美丽美学 不是没有标准 没有规范 是有一条线的 我们刚才讲 刚刚讲 但是我觉得这个 很难去改变我们的心态 尤其是我们在美国 这个多元的 或者是 大荣性 平等 平等主义的文化里面 我们很难说服 信徒说 这样的风格是比 另外一个风格好 或者是这个风格比 哪一个风格更合乎 圣经的理解 很难去 告诉他们 是有一条线 我们不可以跨越的 这个是 我觉得是很重要 另外一个是 给平行徒的 就是 我觉得 没有什么 除了 我觉得是 除了科技以外的 就是我们的手机啊 或者是 一些 电脑啊 这些东西 其实没有一样东西 是真正的会过时的 就是看我们的时装啊 我们的室内的设计啊 或者是 甚至音乐 差不多我们 二十三十年 都会 换转一次 换转一次 我们的品位 在音乐的世界里面 其实 我们所听的 现在 所听的 或者是 pop music 或者是 hip hop whatever 你想到的 其实这些音乐 都是 建置在 那个 古代的风格上面 是 是 我们最古老的 教会音乐 就是 chanting 就是用 好像 很少的音 能够配很多的字 对 那个好像把 字那个 音律 或者是 那个线条 然后 做出来 唱出来 这样 其实跟我们 现在的嘻哈 哪个分别 不是很大 当然 那个是 概念 是很不同 但是其实是 based on 我们也没有 没有很多 在日光之下 没有很新鲜事 对 七月的 或者是我们 所谓的什么 sonata elegal form 就是 周明 周明曲 yes 什么 对会啊 数字 低音啊 这样 跟我们现在的 什么 cord chart 弹节 他的 都是 都是 一样 所以 其实我们在 享受我们 音乐的时候 就是我们 享受很多 老的音乐 或者是 在 老的音乐 上面 在 建设我们 一些新的东西 好像一个 好像一个 很好吃的蛋糕 我们把不同的 frosting 放在上面 这样 所以 其实我们 常听音乐 就觉得说 尤其是像 流行音乐 那是pop music 这样子 流行音乐 你就是看到 谁把以前的 哪些元素 跟现在哪些元素 或者哪些东西 在重组过 你知道 然后组的最好的 组合的最好的 然后最 有一点 东西的 我们就觉得 哇 这是又一首 新歌 那其实很多元素 大概 都是本来就有的 东西 这样子 是 你听到现在 比如说 很多 sorry the christian music 你 from time to time 都会听到 有一些 很出名的 christian musician 他会把一首 很古老的声诗 对 然后再加一个 新的chorus 对 对 对 现在很多 是不少 没错 那 当然 哪一个 我是有一点点意见 但是 但是不是说 就是 我也知道 这是 是好的 就是让我们这个 时代的人 知道 不要常常 看现在的东西 这是一集以来 我们有一些 好的东西 然后 加在我们 现在的 language 里面 这个是好的 当然 我会觉得 那为什么 我只是唱 Amazing Grace 就好了 是 所以 这个 也是我觉得 不要想 很多时候 过时的东西 我们就丢掉 早之前 我都有一点点 提过 我会 我会建议 就是 比如说 我们平常 听的 playlist 在我们的 手机里面 或者是 在我们的 laptop里面 如果我们 常常都是 听 比如说 迷途的音乐 三美之旋 的音乐 小敏 加南诗旋 这样 都是好的 但是我们 可不可以 把一首 声诗 或者是 另外一个世纪 另外一个国家 的一个声诗 放进你的playlist 或者是 我有不同的 定语的 YouTube 或者是 你十个 里面 有十个 都是爵士语 有十个 里面 十个 都是 乡村 牛滚的 或者是 流行曲的 会不会 试试看 订阅 一个免费的 用花钱的 是 很多很多 是 古典频道 可以是合唱的 可以是 乐团的 歌剧的 现在乐 等等等等 听个乐 有一天 可以听一下 其他的 我觉得 这个也是 把我们的 选择 可以宽一点 是 是 然后 我想最重要的是 如果我们可以 有多一些的时间 我刚才说了 就是 没时间 没有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有没有时间 但是 我们可以 扛出一些时间 去 想一想 或者是在 团体里面 讨论 这个也是重要 我们查经是非常重要 但是 讨论 或者是 阅读一些 敬拜音乐 赞美的书 很好的建议 是 尤其是在这个疫情 上面 其实都 review了 窃视了我们 有一些 对敬拜神学的 一些信仰 是 比如说我听到 一个信徒说 在这个 就是 实体 崇拜 崇开的 一个时间 他说 我 我暂时都不会 回教会 实体崇拜 Until 我们可以唱歌 如果我们 不可以唱歌的话 我就暂时 不会 回去 实体崇拜 为什么还是不能唱歌 就是因为要戴口罩吗 对 不能 在LA的话 到现在 我们还没有过 6月15号 但是 对 还是唱歌 还是不鼓励了 对 我有句 他有写说 你不能唱了 因为他怕你喷嘛 对 sorry 但是我记得 我戴着口罩 我还是唱 真的 我还是戴着口罩唱 因为 又根本跟别人坐很远 因为我在一个 很大的美国交会 我们根本就 那个几千人的座位 只有一百人不到在那里 我还是照唱 这样子 OK So 你的意思是说 他这样子的想法 就是不能唱 他暂时不想去 那 你觉得在观念上面 可以怎么样子 更好的去建造 我觉得其实是好的 就是他想要唱 是好的 他想要唱歌 但是我的 我的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如果 平常都是想讲 就是不单只是这个疫情 他就说 如果我不能唱歌的话 这个就是不是崇拜了 这样 所以我 我完全 感受到这个 不能唱歌 或者是 那种沮丧 或者是失望 的确是 那我也同意 唱歌赞美声 是在 敬拜里面 不可以 没有的一部分 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我在讲 对 正常 是 是 是 如果 反而 我 我会讲 如果 有一个人不愿意 在一个 会众 敬拜里面 唱诗歌 只是 大家那边 站起来 也不 不 不开口的话 我反而会说 这一个是属灵的问题 嗯 但是在同时间 我会 我会觉得 就是 我们不要 把音乐 或者是唱歌 本身 提升到 嗯 唱歌是 跟崇拜 是同等的水平 是 是 是 尤其是我刚才 那个 那个弟兄 或者是姐妹 如果 我在崇拜里面 不能唱歌的话 那就根本不是 崇拜 这样 啊 很多时候 就是 是 你觉得太偏激的观念 或者不够完整的观念 就是 对 是 啊 我们 我们当然 也可以有 很多不同的方式 去 表达 在崇拜里面 表达 唱歌是我们 其中一个 当然 在 一个 音乐人口中 讲出来 就是 不是说 音乐是可有可无 嗯 音乐是非常非常重要 唱歌是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 我们好像 现在把 音乐 到一个程度 重要到一个程度 就是跟 崇拜 是同一个level 嗯 嗯 所以 有时候 就是 听 但 的人会说 好 让我们有一段 崇拜的时间 它是什么意思 就是用诗歌来 来唱歌 对对对 明白的意思 对 当然我们会明白 我不是说 既然你跳骨头 是 是 但是我们慢慢慢慢 好像就是音乐 有一个很神圣的 有一个很神圣的地位 我记得有一个崇拜的学者 讲 Michael Horn 他说 他说 现在的神圣 或者是后现代的神圣 就是 李应啊 是神 是 敬拜的对象 嗯 但是 反而赞美 本身 现在就变成 那个敬拜的对象 呀呀呀 讲得很好 是 敬拜 很重要 尤其是第一点 你讲到 style本身是从 就是风格好了 不管是音乐的风格 还是那些 音乐敬拜的形式的风格 都可能是从文化而来的 因为事实上 我们今天 华人教会所做的 各样的 这个音乐崇拜的部分 我们也是学西方人 他可能怎么弄 我们就弄这种 所谓现代乐团的敬拜 这样子 在cultural style里面 那我们要去思考 就是 这些东西都是 可能是 非常主观的 非常有一些看法的 那 要么就是我们学习去 我们或许 暂时的容忍 或者尊重 但是我们怎么样子 更能够去思考 整个敬拜 在圣殿当中的 以神为中心的一个敬拜 你刚才讲 最后讲 我们其实在 worship the worship not worship the God 这样子 我们自己的神 那第二点 其实你也讲到一件事 就是说 弟兄姐妹 其实可以多听 不同的音乐 我有一次 跟一个非旧徒 传福音 你知道我 对 他很喜欢古典音乐 他很喜欢音乐 不能说他喜欢古典音乐 但是后来我就问他说 你知道吗 基督教有一个音乐 叫Gregorian chant 然后他就听 他说他很喜欢 然后他竟然觉得说 他在那里面 好像他觉得 他可以遇见神 我觉得你太神奇了 因为基督徒 都不见得能够 这样 but你讲得很好 就是说 不管你现在 就是说很多弟兄姐妹 当然也因为 他们华人 就是只能听这些 比较当代 现代创作的 所谓的赞美诗歌 或我们所谓的这种 福音诗歌 像小敏的诗歌 就比较福音诗歌一点 那是不是能够更多的 去听一些 所谓的传统圣诗里面的 因为常常那里面的 圣诗里面 不管是音乐上面 或者是包括歌词上面 可能都有很多 很丰富的东西 那拓展你的音乐的领域 那第三个 我觉得你讲得非常好的 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其实没有在教会里面 推广好的 给一般会众的 所谓的音乐敬拜 认识的课程 所以他们可能就会 认识得很狭隘 或很狭窄 那他们事实上在敬拜 就没有很多的自由 我先讲就是说 你刚刚说他不唱 我不会不唱 但是有时候有些歌 我就安静祷告 有时候我就是在这当中 安静祷告 默想歌词 甚至于一句经文 事实上就跳出来了 从这个词就跳出来 那我就从这个经文 所以你当然可以 你在敬拜当中 去享受你个人 对神的敬拜 可是也是同时 你也在听别人的声音 对吧 你当时也 事实上你有耳朵 多数的人 in normal condition 我们都听得到 别人的声音 那你怎么融入这当中 跟众人一起在神面前 去以他为主体 敬拜他 我觉得我们每一次 请每一位speaker来 我们都觉得 我们的都觉得 还有很多东西 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 分享 也就是说我们事实上是 华人长期以来 我们不够重视 对音乐敬拜的认识 那他们也可能觉得 敬拜就是唱歌 你讲的真的很对 然后有些带敬拜的人 也以为 他们带音乐敬拜的 才是在带敬拜这样子 可是我们都知道 Worship不是只有音乐敬拜 它是整个 对神献上 祷告也是 然后中间的祷告 好像我有一阵子 我觉得我很喜欢 最近我在 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 就是一个叫 Legger Avenue Church 它本来是一个 很传统的教会 那即使他们有 现代诗歌 他们都会穿插 一些老的Hym 而且 每一位敬拜 只能带领风格 我现在就要讲 风格都不太一样 有一位呢 他其实 因为其实我们在讲 为什么有礼 你刚刚在讲 那个礼仪运动 也就是说 像他们会掺杂一些 就是有一位 他比如说 他在带领 除了音乐敬拜 他上来带祷告的时候 他带我们甚至于 因为可以跪下来祷告 因为那个垫子 可以拉下来 我们就跪下来祷告 然后这一段 我们就为 怎么样子来祷告 然后甚至于 有求神光照的part 你知道illumination 就是怎么求神光照 我觉得其实 有这些过程 我都很感动 因为你没有求神光照 你怎么继续听得懂神的话语 你怎么听得进去 你怎么听得懂 我们要先求神光照 那甚至于 有一次 还有像认罪的祷告 那他就穿插在 这整个过程里 那我觉得 这整个整体的敬拜 当然这个就是牵涉到 所谓的一般 所谓礼仪学里面 还包含的东西 我觉得 那当然还有讲到的part 也是很重要的 这样子 所以 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希望 继续跟大家 在 维珍会客室 有更多 这方面的议题的分享 如果有问题 也可以 写email给我们 那我非常谢谢 伊安今天带来 这么丰富精彩 其实他还有 很多很多东西 我们一定要请 我们一定要请 伊安再来上节目 下次我还要再 跟他挖宝 这样子 但是我们真的 非常谢谢 你今天讲得很棒 因为我们从来 没有人想过美学 而且我觉得 今天我特别感动的是 弟兄姐妹 你愿不愿意 把你一个很优秀的孩子 献给神当传道人 这是我的呼吁 我的请求 不要觉得 高高在上当教授 因为我确定 我在神学院教书 我们有同学跟我说 他太太说 你可不可以像蔡老师 这样在神学院当教授 我受不了 你要当传道人 我不想当师母 这样 其实我听了 非常的难过 我自己也当过传道人 我觉得传道人 是很荣耀的职份 今天伊安说 他放下这个教授职 他要来尝试做一个传道人 多么不简单 我不高举他 不然他会不好意思 这样子 因为这是神的呼召 也不用高举了 对不对 这个完全是神的恩典 这是 是 神的恩典 神的呼召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让你的孩子 学音乐 不是去抢那个first chair 也不是要去 也不是要去比赛第一名 也不是说就是一定要强迫他 要什么献给神 而是享受音乐之外 能不能献身给神 从小就让他可以 他能敬拜神 他才能带领别人敬拜神 我觉得所有学乐器音乐 或学声乐也一样 你想要被神用 其实神希望你很享受这些恩赐 然后把这一切美善的恩赐 拿来献给神 那个从心而发出吧 对不对 最美这样 最美这样子 我们鼓励所有弟兄姐妹 好不好 我们都能够 尽力的在神面前 真是几股跳舞 赞美他 然后可以用各样 四旋乐器赞美他 我们就极力的原因 来赞美我们的神 我非常高兴 今天宴到我们节目来 我一定要再找你 继续来跟我们谈 谢谢你 谢谢你 没有没有 谢谢你 忍耐 没有没有 讲得很棒很棒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一起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 拜拜 好 再见 拜拜 再见 拜拜 拜拜